大家好,今天的主題是死瘋狂 夏瑪西 這次跟夏瑪西有關 這一週有夢魘集以及這個月有災惡集 都非常的強烈建議玩家有能力去挑戰通關關卡 首先災惡集的部分到12月底 但這個月也快結束了 挑戰完成通關可以獲得這個三星的時光牌 它最大的特色可以無視十字盾 除此它也是一個非常強力的增傷管道 它除了解盾之外全都有額外追打 以及該角色自己有進入兩回合的亢奮 那自身有亢奮全隊有追打 另外連動效果自身再提高200%的傷害 數學不要太差的都知道這個增幅非常的大 然後再來是這一次的死瘋狂 夢魘集 在這一週即將結束 挑戰通關可以獲得淺姐的素材 用於淺姐死瘋狂 夏瑪西 首先死瘋狂 夏瑪西 它可以作為隊長 但更重要的是它當隊員的時候 在淺姐之前可以用於檔史 而開了這個持續效果 當下可以當作增傷使用 直到你受到傷害也可以拿來做化回的使用 而且生紋機械族的它 攻擊力2000可以說算很多了 那它可以說是打得非常的痛 以及5倍自身攻擊 然後潛能解放之後會有兩個版本 首先第一個版本是原本釋出的版本 首先技能1還是CV8 但是多了發動技能跟每回合結束 以前要殺到敵人回合結束才有整版轉強化 現在是自帶的每回合都有這個算是強力的轉版效果 然後還有原有的擋傷害技能 以及多了5屬攻擊各一次 其實變化可以說沒有到太多 主要是建立在原有的基礎上多了第二招CD10 一回合內迴避所有敵人的攻擊 移動觸碰可以回1000的血 無視燃燒可以觸碰炸彈 不受中毒 如果第二招真的要說算是可以幫第一招 避免掉一些可能會被打的狀況 你可能想要繼續維持效果 可以依靠第二招來去幫第一招回避傷害 又或者是通常情況可以回血 無視燃燒、無視炸彈跟無視中毒 做解斷功能使用 然後經由神魔之塔官方的討論 決定在1月份多的時候 即將調整下瑪西的技能 調整過後我自己覺得變得非常的厲害 也是推薦大家有能力趕快現在打一張 那先來說說主動技能的部分 首先第一招的CD8變成CD6 這個改動我覺得算有影響蠻多了 以及攻擊力變成10倍 配合他前解之後的機械族高攻擊力 哇那真的非常的恐怖 但他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再來他第二招 觸碰的回血從1000變成10000 以及新增他對機械族神力還會有傷害提高3倍 算是一點點的小增傷啦 針對特定的種族 但重要的是有迴避敵人的攻擊 還可以CD-5 那這個自身CD-5 相信也包含了第一招 而條件觸發難不難 非常的簡單 你就敵人打你之前開這一招 擋完之後第一招又跳起來了 你可以用於第一招的連開 或者是等第一招斷掉的時候 再開這一招 你這回合反正有迴避嘛 然後下一回合第一招又跳起來 甚至說原本第二招CD10 我覺得有一點長 可是他配合成功閃避敵人之後 變成CD5就能夠開一次 如果第一招跟第二招的輪流做搭配 我認為在保命程度很厲害 但是更還有一個重點哦 如果隊伍中只有神族機械族的時候 夏瑪西他進場CD就會減10 以及三維提高1000點 對於一些沒有保命的隊伍來說 夏瑪西的第一招加第二招 一進場就能開 我認為這個影響非常的大 再來是隊長技能的部分 隊長技 算是硬限制神族機械族 10倍空消除實力在10倍 以及水星互相兼具 比較大的差別是 不到9combo 20%的減傷 10combo以上80%的減傷 如果雙隊長的話 那個減傷非常的高 然後再來看隊伍技能 現場後機械族 行動值100%技能CD減10 以及神族機械族 提高1萬點的生命力 對沒錯 夏瑪西是沒有被血的 啊正常隊伍2-3萬的話 再配合這6隻隊員1萬點的生命力 大概血量快10萬吧 然後還有增加1000點的攻擊回復機值 還有炎制10秒 以及水星兼具 隊伍成員屬性效果 然後首批消除10字 還可以擊暈敵人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擊暈敵人 不是攻擊後擊暈 而是你轉到10字 就會有一個 擊暈的效果 但每一層最多觸發一次要注意 以及消除10個機械主扶持的時候 還有全隊無視十字盾 那這一個看下來 我當時第一個想法是 回到隊長技能 我覺得10combo比較困難 因為隊伍技跟隊長技 都沒有額外加combo的管道 以及血量的部分 大概是快10萬 啊現在的環境10萬夠不夠 不好說 但是沒有關係 剛說了1月份即將調整 當然隊長也有調整 首先隊長技 兼具的效果變成100% 以及全隊除了提供純粹被攻之外 多了1.8倍的被血被灰 以及我覺得最重要的 隊伍技能的部分 新增的每回合還會增加10combo的效果 那這樣子的話 隊長技能等於必定遲到 對於對魔來說 我就可以達到1combo的對魔 甚至我還有檔死 第一招絕對檔 第二招絕對閃 然後第三個還有絕對的減傷 以及消失字可以控場敵人 但是只有每一層一次 而這些加起來 時空網我認為也算是 生存力非常高的一個隊長了 然後再來額外新增 記得訂閱神魔之塔 官網頻道 並感激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